大家好,歡迎收看由休閒湖柴飲所提供的免費飲品製作節目 我是家父 葡萄產品的配方你們拿了沒有? 未拿的話,快點拿 因為裏面還有葡萄的熱飲配方 我們言歸正傳 滿杯葡萄在每一個門店裏都已經出現 但你只懂得做一般滿杯葡萄是不夠聰明的 你想聰明的話,就要做一款屬於自己門店的葡萄產品 今天就教大家做一款不一樣的葡萄產品 叫做紫菜蛋花湯 這款產品的靈感來源於益和糖的番茄蛋花湯 今天我們就用葡萄汁和鳳梨這兩款元素 將酸甜可口清爽進行到底 我們事不宜遲,立法製作這款產品 首先第一步,將我們的鳳梨處理好 去皮去心,然後煮成一粒粒之後 放入我們的蒜蝦杯裏 然後加入冰糖漿 放入我們的果肉裏 之後就進行倒壓 加入我們的糖漿去進行倒壓 是可以鎖住我們鳳梨的香氣和它的鮮味 然後放入我們的葡萄汁 我們的葡萄汁的味道是非常濃郁的 你就不用放那麼多量了 放大概30-35就已經剛剛好了 試試試看 市面上用得最多的都是用綠茶進行葡萄上的搭配 今次我們就不一樣了,用到四季春的茶湯 它口感依然清爽 而且比綠茶的茶感稍為要重一點 進行我們今次的產品應用上 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均勻的 然後加入我們的冰塊 然後將所有材料進行雪黑 然後將雪黑好的材料放入出品杯上就可以了 最後加入我們的飲水補滿直殼 我們的紫菜蛋花湯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很多產品同質化實在太嚴重了 你一定要做些不一樣的產品才有競爭力 今次我們用到的材料都是比較常見的 用我們的鳳梨進行葡萄裡面創新的一個搭配 是不是很有創新呢 大家也可以用你們門店上的一些很常見的材料 進行創意上的搭配 反正就做出一款很有競爭力 不一樣,還有一些創意的產品 今次就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關注我們的公眾號 和報名參加我們的課程 我們還有新課程推介 今天不用加班